陶晶瑩接任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主持人 特地找來寫觀音導演楊雅哲 以及去年最佳男配角得主陳竹生 拍攝本屆金馬宣傳片 只不過陶晶瑩已是第六次 並連續三年接任主持棒 連導演都忍不住要Diss陶晶瑩 因為我聽到又是他主持 我就覺得想要表他一下 所以今年的那個 Promo廣告是 主題就是陶子自表 六度主持金馬 就想要讓他好幾個分身 都是陶子 呃 象徵著陶子的陰魂不散在這邊 然後其實整個拍攝非常的有厭世風 就是好像大家聽到主持人又是我 又覺得了無心意 然後非常的 就是又想要Diss又想吐槽 可是又覺得連Diss的慾望都沒有 然後所以就裡面每一個角色 幾乎都是我的臉 然後這個是最美的一個 因為待會我還有那種就是要洗頭 洗到我的眼線都花掉這樣 其實我這個頭是要放在一個肌肉男的身上 就是雅澤又出怪招 但是他還是保留了台灣的原味 我剛剛已經弄過一個半瓶三頭了 就是老闆娘 然後一邊打他牽 一邊還要抓大腿的內側 所以他就盡量的就是讓我表現的 比較接地氣一點 這樣比較在地的 然後 不是接地氣是展現你本人 渠聲哥在裡面出現很大 你在演的是什麼 我演的是一個正在做臉的客人 剛剛那個理髮廳找來找去找不到什麼 你知道什麼化妝水 就找了一罐很油很油的東西 叫我一直往他臉上抹耶 現在好一點嗎 現在皮膚非常好 非常光滑 對 可是那個比凡士林還要油 我就知道那是哪來蒙什麼的 相當滋潤 這次團隊也是 我拍寫觀音的時候的攝影師啊 燈光師 然後造型師 都是電影劇組的人 來幫桃子跟祖神拍這個廣告 我就私底下問他說 是不是 為什麼主持這麼多次 是不是每一屆的主席啊 導演都有答應他說 下一部片給他一個角色 可是每個人都 捕爛他 但他還是在吃吃的等那個 主席們給他角色 李安導演的應該有可能 哪一個部分有可能 新片啊 真的假的 爭取一下 這是什麼動物世界嗎還是 金馬屋宣傳片 還會有什麼特別的橋段 就盡情期待最後的成果啦 而金馬屋也將在11月17日登場 觀眾朋友們千萬別錯過囉 完全娛樂綜合報導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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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